这些家具文物当中 有一件尤为重要 它来自于千年以前 至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是一张床 这张床的出现 确实让我们感觉眼前一亮 是千年以前的床 请周老师首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张床的独特之处 这个床它是1986年 在湖北包山出土的 这样一个纯旧战国时期 楚国墓葬中出土的 这样一个床 当时出土的时候 这个床还保留得比较完整 它最大的特点 是和我们现在的床差不多 已经接近我们今天睡觉的 这样一个床了 历经千年而不朽 还是有它独特的工艺在里边的 据我们了解 这是我们节目组 花费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仿制了这么一件 千年以前的折叠床 因为我们无法近距离地 接触到文物的原物 所以我们是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翻找当时的文献记录 拍下原物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我们的木工师傅 也是做完了以后赞叹不已 既然是这么难得一见的家具 我邀请两位嘉宾 咱们近距离去看一下 真跟我们现在这个床 差不太多 周老师 它这个床我印象里数据记载 是床是两米二 寸是一米三六 通高到那个床围子顶端的通高 大概四只厘米 床面是有几根横秤 起连接作用 起到这样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 它两边床上有四面围栏 整个这个床 它两边留有窝口 方便上下 它没有任何钉子 它尚是用死毛结构 制作而成的这样一个床具 历经这么多年 保存这么完好 确实实属不易 它还是有折叠功能 我们看两边是折叠在一起 是有折叠功能 刚才周老师讲到了 这个床有折叠功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工作人员 给我们演示一下 这张床的特殊的折叠功能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张床它是又可以拆卸 可以拆卸是什么原因呢 是它这种床的这种 床面上的横秤 和那床帮之间 它以损毛结构相连 用它那种床的那种横秤上 那种燕尾笋的笋头 将近它那毛的那个床帮里边 叫一拍即合 损毛结构 可想而知 在当时就已经相当发达了 聪明仙人们把这个床 折叠起来一捆好 放在车程上 跟着那个马车记录前行 这张出土于战国时期的折叠床 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 最早的一张木质折叠床 因其可拆卸一携带的特性 据推测可能为行军所用 这张折叠床出土于 楚国大臣昭塌之墓 昭塌是楚怀王时期的重臣 是让楚国司法大权 当时在昭塌之墓中 除了发掘了这张构思精巧的折叠墓床 还出土了中国第一幅七画 中国第一个鸳鸯碑 中国最早的错金银铜村 等近两千件珍贵文物 而在众多文物中 这张折叠床的出土在中国传统卧具领域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方面 整张床没有使用一根钉子 构建之间仅以损卯结构连接 却能保存两千多年依然完整 堪称中国古代手工艺的奇迹 而另一方面 其折叠功能 甚至早于现代折叠床两千多年 足见中国古人非凡超群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手工艺技术